第14届全运会排球成年组资格赛将于4月6号开打,4月13号结束 年轻的河南男女排队为在本次资格赛上获得突破 拿到珍贵的全运会决赛阶段比赛门票 正在努力训练,积极备战 这两天,在河南女排的训练场上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她是谁呢?一起来看看 来到省球类运动中心的女排训练馆 女排姑娘们正在分组进行着扣球训练 训练场上一个瘦高的身影格外引人瞩目 这就是中国女排队长朱婷 遇到年轻队员前来请教 无论是如何走位还是技术动作 她总是耐心的一遍遍讲解 经过几个小时的阵容磨合 队员们都收获颇风 实力很强,然后在场上就是 怎么说呢?就是很有带动能力 带动队里的情绪、气氛 然后训练 提高好几个层次吧 包括就是信心 然后场上激战术 因为就是 她在场上算是一个领导人物吧 就是中心点 然后她在场上我们就会 相对于来说就放心了很多 然后也安心 时隔四年又到了全运会女排 成年组预赛之际 河南女排在各个位置都涌现了多位年轻有潜力的队员 主攻位置上的韩文雅、复工黄瑞磊 能打接应和复工两个位置的毛军仪的身高均在1米90以上 身体条件出众的河南女排在去年全景赛和排超联赛中表现出的 是网上实力足够 但是缺乏领军人物 最近三个赛季 河南女排由年轻的焦帅担任主教练 对于这次征战全运会 焦帅也是卯足了劲 对于这支年轻的队伍来说 朱婷回来之后 然后对这些年轻队员无论从这个自信上 包括对排球的理解上 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河南女排本届全运会预赛 运气颇佳 分在了相对较弱的A组 除了为缅冠军江苏和辽宁 河南与浙江四川竞争剩余的两个出现席位 如今 朱婷时隔四年将再度身批河南女排战炮征战 加上众多士气高涨的青年小将 这让河南女排出现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我们也积极奔战全运会 然后就是整个对比赛很有信心 这次比赛肯定全力以赴 争取打最好成绩 河南女排已经12年没有参加过全运会的决赛了 我觉得今年的这个阵容 我觉得相比以前可能更加完善一些 差大实实先把第一步全运出现的阵务完成好